是 今天我們要講的題目 是成就動機 叫做 Achievement Motivation 在開始講之前 我想問各位同學 一個問題 就是到了考試以前 你會不會特別想 覺得自己睡眠不足需要休息 然後你到了考試以前 會不會覺得說 我可不可以在開始 念書之前先打一下下電動 或是上一下下 Instagram 上一下下 Facebook 上一下 Line 然後呢 你說不定考試以前 很容易去翻冰箱覺得肚子餓 甚至你覺得 你有一些朋友的問題 需要你這個 永遠都是具有江湖意氣的人 去趕快花時間替他解決 然後或者說你是一個 一定要把書桌全部都收乾淨 然後房間全部要收乾淨 才會開始念書的人 有沒有這樣的人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 都有這樣子的習慣 少部分的同學沒有 但是我在過去的所有的經驗裡面 做過的調查裡面 都發現同學們 覺得心有氣氣焉 我就是會這樣 那恭喜你 說不定呢 你就是今天我要講的一個主題裡面的一個現象 叫做 叫做自我設限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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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會花一點時間 先把這個過去的研究的歷史告訴你 然後最後去推論說 為什麼我們會有這些自我設限的現象會出來 好 那我想 我想先從文化差異 就是過去的研究歷史談起 那有一個美國的學者呢 在以前 他現在已經過世了 叫做 Harold Stevenson Harold Stevenson 是一個 對大家來說已經是古人的學者 他在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在日本當兵 所以他學了一口很好的日文 那後來他到了美國 回到美國之後 開始做研究 成為密西根大學的學者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他就發現了美國當時 在196、1970年代的時候 他看到了一個有趣的現象 這個現象叫做Illiteracy 就是這個美國小孩 從小學到高中 完成了美國的義務教育之後 卻發現這些孩子沒有辦法 read 沒有辦法讀 那你都知道英文的讀 其實是用那個英節 你要對那些聲音 Phonics 有一些概念之後 你就可以把那個字讀出來 所以他其實是一個非常非常 就是語文的教育來說 是一個非常非常基本的能力 大概小朋友在差不多小學 一年級的時候 美國小孩 就開始慢慢的會有這種能力 去把那個英文的字 看到了字之後 用英節把那個字講出來 雖然他可能不會背誦那個字 但是問題是說 他是可以透過英節的閱讀 而知道一篇文章的意義的 好 那這是一種拼音語文的特色 那Harold Stevenson 就覺得說很奇怪 為什麼美國有這麼多小孩 到了大之後 還會有這樣的缺陷 他為了要研究這個主題 所以他就申請了一筆很大的經費 開始做跨文化研究 那這個跨文化研究呢 他想找一個 跟拉丁語系不一樣的拼音語言 那當然他就找到了日本 因為日本有一些就是 他雖然有一些是跟中文是念的 但是也有一些是 日本有五十音嘛 是要拼音的 好 那他除了找這個之外 他也希望找到一個國家 一個文化 他們的語言不是用拼音的概念 而是用character 用字的概念的 然後做很好的對照組 所以他就找了 日本 台灣 那當時在1970年代 找的是台北市的東門國小 以及美國 明尼蘇達州 就是一個非常傳統的白人區域 中西部的白人區域的州的小學生 一起來做研究 那他對這些小孩子 從小學一年級做 然後小學五年級 六年級做 那麼想要了解說 那孩子在學語文的過程當中 是不是有什麼文化差異 因為他們的語文的本質 是不一樣的 那又因為要了解語文的本質 那希望就是對孩子的基本能力 有一些了解 所以他也同時 施測小朋友的數學能力 好 那這樣的一個研究 當初開始是 因為語文的關係而產生興趣 但是後來後來做一做做一做 就 這個整個的研究目標就改了 為什麼 因為在小學一二年級的時候 所測到的文化差異並不明顯 但是到了五六年級的時候 他就發現說 美國小孩的數學能力 比台灣跟日本的 要差非常非常多 那樣的顯著差異 那顯著的落差 讓他開始思考說 到底這個文化裡面 在教育上面 尤其是小時候的教育上面 到底有什麼樣的差別 這是最早開始的研究 那麼 當然他就發現一些 原因 比如說 他發現 美國小孩的數學課 明顯的比台灣的小孩 跟日本的小孩要少 這個是 1970年代的現象 不是台灣現在的現象 那可是可以讓我們反省說 現在的教改 走的方向 到底是 往前 跟著歐美 往前走 還是其實我們是放棄了自己的優點 在走回頭路 那這個大家可以自己去思考 我也沒有標準答案 好 那第一就是 當時 美國小孩子 他們接受的數學教育 是比較 時數是比較少的 再來就是說 美國父母 比較認為一個孩子 他的學業成績的好壞 是 因為他本身 內在的能力 innate ability 所造成的 可是你如果去問日本人 或者是台灣的媽媽 為什麼孩子的成績會比較好 或比較差 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 他們都說 是因為孩子有沒有努力 是努力造成 而不是能力造成 好 那而且呢 在美國父母 如果看到 如果一個小孩子 稍有表現的話 他們很明顯的 很容易就會說 Oh so you are so smart 他們會用聰明 去說明 他們的孩子 為什麼會成績好 可是台灣跟日本的父母 或者是台灣跟父母的老師 都不會這樣子做 好 那 從這樣的文化差異的研究 開始讓下一代的美國學者 開始去思考說 能力與努力 的這個概念 到底在不同的文化裡面 或是在美國自己的文化裡面 到底是怎麼樣看待的 好 那所以呢 我就會從 四個角度 來看成就動機 好 所以我們今天的主題是 Achieve motivation 老師 那就是這樣子 好 所以我們今天的主題 是談成就動機 但是我們其實會 談的主題 可以說從成就動機的 文化差異 以及個別差異 去談 那文化與個別差異 其實都是因為 從小的成長環境 教育環境 然後大人給你的 很多的回饋是不同 而慢慢的 讓孩子們對於成就 能力 努力 有不同的想法 所以我下面要講四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我要講 成就動機的外顯行為 有什麼樣外顯行為的個別差異 那第二個我會去追溯 在這個外顯行為背後 是有什麼樣的歸因方式 當你成功或失敗的時候 有不同的歸因方式 然後再來 我會談 小孩子們在 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他的成就目標到底是什麼 他的目標到底是什麼 那最後我們再往前推 推到一個人 他的內隱的心理 對於成就的概念 所以是我們從外顯的一步一步 越來越深往裡面推 那我們先看外顯行為 好 那剛開始做的這個關於 外顯行為的研究呢 我今天介紹的這個研究 其實是一個學者 叫做Carol Dweck 好 這個Carol Dweck 他做的這個外顯行為的研究呢 他其實剛開始是差不多 從小學四年級的孩子開始做起 那他先到學校裡面去找 在學校裡面是中等成績的孩子 就是他確定這些孩子 他們其實在成績 一般能力上 外顯表現出來的能力上 是沒有什麼差別的 好 那他找到這些 中等成績的孩子之後呢 就請他們 個別來到 一個實驗室裡面 然後請他們做一個認知作業 這個認知作業像什麼一樣呢 我想你們可能很多人都玩過一個遊戲 就是 比如說有一方 是 心裡想了四個數字 而且這四個數字是有順序的 比如說5789 好 那他隨便想了一個數字之後 就要對對方的挑戰方 去挑戰說 你可不可以猜中我的數字 所以 比如說 如果他猜對了一個數字的 真的存在這四個 四個序列裡面的話 那你就給他一個 一個 1A 對不對 如果說他不但猜對了那個數字 而且猜對了 他在四個數字裡面的順序的位置的話 你就給他一個 B 所以說不定是 可以說是1A 2B 所以就是他每次猜一個數字 你就 根據他的回答 而去看說到底 你猜的這個序列 跟我自己心裡想的那個序列 到底有幾個數字是 只有數字相合 但是位置不合 然後要到到底有幾個數字是 數字跟位置都相合 那我想你們從小可能都玩過這樣子的一個 有趣的遊戲 好 那 Carol Dweck 就把這樣的類似的遊戲 放在一個情境裡面 要孩子們單獨面對一個實驗者 然後實驗者就說 哦 那我們來玩一個遊戲哦 我們來做這個認知的挑戰 好 那就請你來猜我心裡在想什麼 然後我這邊有一個標準答案 然後我每次都可以給你回饋 好 這時候你就會發現 有兩種小孩 慢慢在這個他的失策當中呢 他就分出了兩種小孩 那這兩種小孩呢 我們第一個 我們說他們在情緒上是不同的 好 怎麼樣不同呢 有一組的小孩 他們是覺得非常的興奮 覺得 哦 我只對了一個 1A 那其他都不對 那所以我可以排除這三個數字 什麼等等 他就是 一直在一種興奮的心情裡面 來做這個測量 那另外一個孩子呢 就是另外一種孩子呢 他就是在一種焦慮的情形下 做測量 他很怕他自己出錯 然後很怕他自己表現不好 就是你可以看得出來 他在情緒表現上就是非常緊張 好 那除此之外呢 還有一個 就是 他們對 失敗的反應 好 好 我想 沒有人 可以在第一時間 就馬上猜出你心裡想的四個數字 而且 數字也對 位置也對 所以這中間一定經過各式各樣小小的失敗 說 我剛剛有一個想法說你可能是這樣的 結果後來我做了這個hypothesis testing 結果又錯了 好 我又要從頭回來想 好 所以 這個過程裡面呢 其實是會有好多好多好多次的失敗 你才會得到最後的正確答案 可是你就會發現 第一種小孩 就是很興奮的小孩 他是把失敗 當作一個暫時性的 而且呢 他覺得這些失敗給了他新的clues 新的線索 讓他去 離成功更近了一步 但是另外一組小孩 他們會做的事情 就是他們會 逃避 他們會 對失敗的反應呢 他就好像 僵在那邊 不曉得怎麼辦才好 而且呢 他還有一個可能性 就是 他會 開始 跳出 這個 整個的挑戰情境 然後開始跟 實驗者聊天 那剛剛我說的那種 在情緒上 比較 焦慮的孩子 他們呢 常常會在 面對失敗之後 就會把 這個情境 當作很不得了 很不得了的狀況 然後他就 一下子就好像僵在那邊 好像沒有辦法再繼續做下去 而且他這時候就會 逃避 然後開始呢 對這個 實驗者呢 講一些別的話 比如說他開始說 老師 你知不知道 我昨天 去朋友家玩 然後他媽媽送了我一個 非常可愛的法家 老師 你知不知道 我昨天去打籃球的時候呢 我射到了一個三分球 所以就是 孩子們呢 就開始會 跳出那個情境來 開始 避免 再去面對挑戰 然後反而用一些別的話語 來跟老師 談話 好 那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你就會發現說 這些孩子好像 好像 已經沒有辦法再繼續在這個 這個 情景中 再繼續 sustain 再繼續維持下去 好 那 我們再去問的時候呢 就會發現說 如果這些孩子 你去問他說 你在這個情景裡面 因為我們那時候就會 讓他一邊 參與這個作業的同時 也同時請他所謂的 thinking out loud 就把他心裡的話講出來 那老師也可能跟他有一些對話 好 所以你才會 因為thinking out loud 你才會知道他對失敗的反應 那同時也因為thinking out loud 老師也就會問他說 那你覺得這樣的 這個情形你喜不喜歡呢 然後這樣的情形呢 你最關心的是什麼事情呢 然後你就會發現說 第一種孩子 他是比較task oriented 他比較是作業取向 他比較想要把這個作業做好 他心裡想的都是這個作業 所以我們也會說 這些孩子呢 是具有所謂的 mastery motivation 好 所謂的master是 你master the task 就是你可以克服這個測量 克服這個作業 所以我們通常把它翻成 我想要精熟 我想要精熟這個挑戰 所以呢 又稱為精熟動機 就是你看到環境中的挑戰的時候 你想要去精熟他 你想要去克服他 你想要完成他 那可是另外一種小孩呢 我們就會說他是 performance oriented 所謂的表現取向 就意思就是說他比較在乎 他自己表現得好不好 那當這個老師 當這個實驗者去問這個小孩說 這個表 就是你在這個情境裡面 你會想到什麼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這個小孩子很好玩哦 他會問老師說 我剛剛那個朋友小明 我們班的同班同學 他坐在我旁邊 他剛剛先進來的 請問小明花了幾次 才把這個作業完成 請問小華 我坐在我後面的小華 我的好朋友小英 他們花了幾次 他們花了多少時間 他們才完成這個挑戰 他很擔心 比別人表現得差 所以我們可以說 他就是一種 social comparison 他很在乎的是 我比人家做的怎麼樣 好 那這是跟第一種小孩 他比較在乎 他能不能完成作業 是非常不一樣的 好 那麼當我們有了 發現了這樣的外顯行為的 個別差異之後 我們可以再去追溯 這些小孩子的歸因方式 有什麼樣的差別 好 那 學者 Dweck 這些學者呢 他後來就先把 這兩種小孩做了一些命名 好 那這些命名呢 我先把它寫一下 然後我把這些擦掉 好 Dweck 把剛剛他 第一種 認定的小孩呢 給他們取了一個名字 叫做 Mastery Orientation 叫做精手取向 可是他把第二種孩子呢 叫做 Help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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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無助的意思 就是說這個孩子 遇到挑戰的時候 就覺得很無助 所以他是把他命名為 Helpless Orientation 好 那這兩種小孩呢 Dweck 就發現說 他們其實是有不同的 歸因模式的 那 過去的學者已經把 歸因 分成了不同的項度 那我們先來談一談 歸因有什麼樣的項度 第一個項度 比如說是 Internal External 好 如果我今天 數學考壞了 我到底會歸因成 是我自己的錯 因為我沒有好好努力 好 這是Internal 或者是External 老師這次出的題目很不公平 老師出的題目很不公平 只有那些有去他的 補習班補習的孩子才會 好 那所以這是一個External 不是我自己的錯 是別人的錯 好 所以是一個 內歸因或者是外歸因 內在或外在 那還有一種呢 是Stable 或者是Unstable 意思就是說 這件事情是穩定會發生的 還是它不一定穩定會發生 比如說 我數學考不好 因為我能力很差 我就是數學不好 所以呢 這是一個Stable的狀況 我不但這次考不好 而且我下次也會考不好 因為我就數學一直都很差 所以它是一個Stable的狀況 可是如果說 是我的錯 但是不是因為我的能力不好 而是我這次沒有好好努力 那如果只是我這一次沒有好好努力的話 那這樣的情形就是一個Unstable的狀況 因為我可以下次再努力就會考好了 它在時間上不是永遠穩定的保持同樣的一個狀況 那這是另外一種歸因 那還有一種說法呢 是Controllable 那還有一種情形是可控制還是不可控制 就是說這個情形裡面 比如說我要努力我是可控制的 對不對 但是問題是說 如果我現在身體很差 然後我就是沒有那麼多時間可以唸出的話 就是不可控制啦 所以呢 你當你就算說你在做一個歸因的時候 雖然是很類似的歸因 那我們也要先去深究 這個孩子對這件事情的控制力 他覺得有多高 所以是Controllable 或者是Uncontrollable 第三 第四個 是所謂Specific 還是Global 意思就是說 他會不會類化到其他 相似但不完全一樣的情形 比如說 Specific 是 我的數學考不好 我的數學很差 那是不是 我的英文也很差 我的國文也很差 我的物理也很差 我的化學也很差 那這樣就 不只是數學而已 那就是從Specific 變成了Global 好 所以呢 每一個孩子 當他在歸因的時候 他可以去說 我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我成功或失敗 什麼原因是 我的歸因是 穩定的還是不穩定的 是可控還是不可控的 是比較特殊的 這一個特定事件的 還是他是一般都是這樣的 好 那當我們做了這種歸因之後 我們就會發現 那些 Helpless Orientation 的小孩 當他在失敗的時候 當他在失敗的時候 他怎麼歸因呢 失敗都是我自己的錯 是因為我的能力不好 好 能力是 Stable 而且呢 我的能力是沒有辦法改變的 Uncontrollable 我的能力並不因為我努力 而會慢慢的進步 他覺得能力是固定 沒有辦法進步的 我是無法控制的 而且呢我的能力 不是只是這一顆不好而已 是一般來說 我就是一個能力比較差的人 好 如果一個孩子會在失敗的時候 歸因到這樣的模式的話 你可以想像到 這個孩子他有多辛苦 因為他對所有的失敗來說 對他都是很大的打擊 因為他沒有辦法控制他 而且他覺得一般來說就是 我就是這麼差 好 而且是內在的 而且是 Stable 好 可是換個角度來說 如果他碰到 成功的時候 他會不會這樣想呢 其實我們會發現 真正 Helpless Orientation 的小孩 他到了成功的時候 他反而覺得說 喔 這次是 外在原因 是因為我幸運 而且這個幸運呢 是 只是單獨一次而已 然後這個幸運可能 我控制不了 而且呢 是 Specific 好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你就會發現 其實如果是一個 Helpless 的小孩 他在失敗跟成功的時候 的歸因是不 不怎麼一樣的 好 那所以這樣子的話 更加深了他 難以 在很多的事情上 願意去繼續努力 因為他覺得是沒有用的 好 那我們有了這個 這個概念之後呢 後來我們就再進一步去問說 如果這個孩子 對不同的事情 他有不同的歸因方式的話 那他是不是在 決定要去做什麼的時候 他就會有不同的成就目標 所以我們剛剛說 我們第一個要談外顯行為 第二個要談歸因 第三個我們就要談成就目標 好 那我們談成就目標呢 其實已經從剛剛的 這是 Mastery Orientation 跟 Helpless Orientation 的小孩的行為上 以及他們在做挑戰作業 Thinking Out Loud 就是把他們心裡的話 都講出來的過程裡面 其實你已經可以看到了 好 那我們會發現 這些 Mastery Oriented 的小孩呢 他們其實 會給的這個 Goal 我們會叫他 Learning Goal 或是叫他 Mastery Goal 意思就是說 當他在做一個作業的時候 他 其實他的目標是我要學習 我覺得我的學習就能夠改善 我自己目前的狀況 所以我就是要把這件事情學會 那因為他想要把這件事情學會 學好 所以我們又叫他 Mastery Goal 因為他想要經熟 所以這個是 如果說是 Mastery Orientation 的小孩 他在 外顯的行為上面 你看到他的興奮 你看到他 不畏艱難 他覺得每一個挫折 都是一個新的線索 那其實他就會有這樣的特色 他就是想要 他心裡想的 我為什麼要做這個作業 其實他心裡想的是說 我想要學的更好 我想要克服困難 我想要達成目標 然後另外一種小孩 我們就叫他 Performance Goal 所謂 Performance Goal 所謂的表現目標 或者是我們有時候把它翻成 展現目標 翻成展現目標的意思 就是說 我想要 顯示出來 我這個人是厲害的 我要顯示出來 我這個人是有能力的 我要顯示出來 我沒有比別人差 我比別人都強 所以他其實 他只是要展示出自己的能力出來 但是他其實並不重視 他到底學會了什麼 或是他能不能克服困難 他就要展示他自己比別人強 這是所謂的 Performance Goal 可是呢 我們再去深究呢 我們就可以發現說 其實有這些 Goal 的小孩 有這些外顯行為的小孩 有這些歸因的小孩 他們其實是有不同的 內在的一個心理的歷程 那我們叫他 人的內隱理論 好 那我們來解釋一下這些名詞 好嗎 我們可以解釋一下 好 Carol Dweck 他早期開始 慢慢的從外顯行為到歸因到目標以後 他慢慢的去想說人的內在到底是怎麼想 這個 achievement 這件事情的時候呢 他用了一個說法叫做 implicit theory of intelligence 就是我們對人的智力 到底是固定的 還是會進步的這件事情 可能有不同的想法 但是他其實非常內隱 並不會在我們平常的生活當中表現出來 所以你要用特別的測量 去問他特別的問題 孩子們或者是成人 才會把他對於智力這件事情的看法 他的mindset 後來Carol Dweck 用了這個字 他在心裡的那個mindset 才會把他真的凸顯出來 但是你平常看到的可能只是行為 或者是目標而已 他所謂的mindset 他就說呢 當一個人他如果覺得他的能力其實是可以進步的 就是說我的智力 我的能力是可以改變的 可以是往前走的 那這種人叫做 growth mindset 那這種人叫做 growth mindset 同時呢也有人就是他早期的 是叫他 incremental theory 好因為我們這邊講說內隱理論是 implicit theory of intelligence 所以他就覺得說 這種人就覺得說 intelligence 人的智力 人的能力是 人的智力是可以增進的 所以我們叫他智力增進觀 incremental theory 或者是叫他是一種成長型的mindset 好 那另外一種人呢 相反的我們叫他 fixed mindset 好 fixed 當然就是固定的 不會改變的 不會動的 叫做 fixed 那我們就叫他所謂的 entity theory 好 所以 entity 是本質的意思 所以我們可以說 這個 entity theory 是能力的本質觀 我的能力就是這樣 我的本質就是這樣 我不可能進步 我就是維持在一個這樣的狀況之下 無法改變 可是增進觀 的意思 就是你的智力 是可以往前走的 你的能力是可以往前進步的 好 那就有這兩種不同的人 那你需要去特別去測量 才會測量的到 因為平常 當他在 比如說完成作業的時候 他是不會真的 把他自己心裡有這樣的概念 表現出來的 這些研究者 他們如何把 內影智力理論 跟他們過去談的 所謂的目標 或者是行為 或者是歸音 連在一起呢 他們就說了 當你的內影裡面 覺得你自己是一個 增進觀的時候 或者是 是一個本質觀的時候 當你的 confidence interval confidence level 當你遇到一個作業挑戰 而這個作業挑戰 其實是簡單的 意思就是說 你的 confidence level 你的信心指數 是高的時候 你自己覺得 你其實很可以做這個作業 這個時候呢 你的 implicit theory 你的 mindset 並不會影響 你怎麼樣 在外表現 因為反正你的 信心指數很高 你覺得這個作業你是可以完成的 所以你如果是能力增進觀 或是所謂的 growth mindset 的時候呢 你會用一個 mastery goal 的角度去完成 你可以去克服它 那如果你是一個 fixed mindset 的時候 也由於你的信心指數很高 是你在你的那個能力範圍之內 可以完成的 所以它的外顯行為 也看起來是一個 mastery goal 然後它也是會把它做得很好 然後它也是在歸因上面 覺得是我的能力是可以達成的 然後它的行為上 可能也是一個 mastery oriented 可是當初 像我們剛剛說的那個 EARB 什麼等等的 那個最早的認知挑戰 對小朋友來說 可能小月四年級的孩子來說 就是一個未知的情形 他可能以前從來都沒有玩過 這樣一個有趣的 但是新鮮的 很奇特的挑戰 所以呢 對他來說可能那個壓力 是比較大的 是他無法確知 他是不是真的可以完成的 所以這個狀況底下 就是 他的信心指數是低的 那如果信心指數是低的時候 你的內營理論 你的 mindset 的個別差異 就會在這個時候 顯現在你的行為上了 我們會發現那些 這些被我們測量到 已經是所謂的能力增進官的孩子 他們 甚至是在 confidence level 很低 就是作業比較難 他沒有辦法確定自己的作業 成績能夠好的時候 他仍然會使用 learning goal 或者是 mastery goal 以及一些 mastery orientation 的行為 可是如果這個孩子是本質官 他覺得他的能力是無法進步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這些孩子 他想要做的事情就是說 我要確定我自己 有所謂的展現目標 而且呢你就會發現說 他後面就會有一些 比較不適應的 成就表現的行為 比如說他會在乎 在乎是不是比別人差 他就會想到別人 那在乎 自己是不是比較不行 沒有能力等等 所以他的展現目標呢 這個時候呢也並不一定是 展現他自己有能力 因為他已經覺得自己沒能力了 對不對 所以他那時候展現的 那個 performance goal 不只是 performance approach 所謂的 performance approach 就是展現趨近目標 趨近 那意思就是說 我要像我剛剛講的 展現出我自己是個很有能力的人 我是比別人強的人 可是這個時候有所謂的 performance avoidance goal 就是想盡辦法要展現 就是回避目標 那這個展現回避目標 其實解釋起來比較困難 他的意思是說 我希望我不要表現得比別人差 就是我的動機是說 我要想個辦法 展現出來我其實並沒有比別人差 但是他的目標 要不是往好的地方去學習 或者是往好的地方去成就自己的 能夠把這件事情做好 而是說我就是想要比別人差 因為很擔心 比別人差這件事情 好 那這樣的一個說法 怎麼樣跟 self handicapping behavior 扯上關係呢 因為我們剛剛開始 一開始就開始講 self handicapping 那這個時候我就要解釋 另外一個概念了 這個概念呢 叫做 compensatory concept 所謂的互補概念 其實是指的是能力與努力互補的概念 我先從能力與努力的互補概念談起 然後我們回到這些東西 就是剛剛談的這些目標 然後最後我們再來解釋 為什麼 self handicapping behavior 會發生 好 我來問你們一個問題 如果有兩個小孩 比如說小明跟小華 今天要考數學 小明在前幾天 一共花了兩個小時的時間 去準備數學 小華花了十個小時的時間 去準備數學 然後小明跟小華呢 最後都考了九十分 請問小明比較聰明 還是小華比較聰明 小明比較聰明 因為小明花的時間比較少 對不對 所以這是什麼 這是一個能力努力互補概念 就是如果你能力強的人 你的努力就比較少 然後可以達到同樣的效果 如果你能力比較差的人 那你就要花比較多的努力 你才能夠達到這個效果 對不對 這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看法 大部分的成人都有 小朋友大概從五六年級以後 慢慢就發展出了所謂的 能力努力互補概念 這個之前還沒有 那個過去已經有學者 就是做過很多研究 那所以你有了這個能力 努力互補概念呢 你就會知道說 你如果沒有真的努力的話 那其實你的表現不好 你就不會受到質疑 你的成就是 反映了你的能力 如果說我今天花了十個小時 我們不講小話 但是如果我今天花了十個小時 二十個小時三十個小時 然後我去面對一個考試 結果我還是考得很爛 跟那些沒念書的人一樣爛 那對你的打擊會不會很大 從能力努力互補概念的角度上來看 就是那些沒念書的人 因為他沒有做多少努力 所以他努力跟能力加在一起 如果他成就很低的話 那其實大家會搞不清楚 到底是因為他能力差 所以他考壞 還是因為他沒有努力 沒有念書所以考壞 可是一旦如果你花了很多很多時間 卻仍然考得很糟的話 那你是不是就展現出來 你的能力是比較差的 所以每個人都有 就是到了大以後 到了我們就是國中以後 大部分的孩子都會有這個 能力努力互補了 但是問題是說能力努力互補給你的 就是說 如果你碰到一個很難的工作 而你就故意不去做它 你說考前我生病了 考前朋友失戀了 我要花很多很多的時間去安慰他 所以我沒有時間念書 考前的時候我很餓 所以我就是家裡 我必須要做很多吃的 我就是很餓 或是我剛好睡過頭了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底下 因為你沒有真的努力 所以這個時候你因為沒有真的努力 所以你考出來的成績 它不能夠真正反應你的能力 因為你是沒有努力造成的 所以它給了你一個很好的藉口 這個很好的藉口就是說 如果我的成績展現出來很差的話 我就不會 我的能力就不會展現在大家面前 受到大家的質疑 因為我連基本的努力都沒做 那我的失敗就不是我努力的 那個limit 就不會顯現出來 好 所以呢 從這樣的說法來說 很多孩子他們在這個情境裡面 就是我們的教育環境裡面 不論是在台灣 或者是在不同的國家裡面 都有同樣的情形 就是很多孩子到了一定的 那個學業年限之後 他就開始知道 如果我很努力了 卻沒有辦法考得好的話 那是不是表示 我已經把我那個 competence 的最後的limit 最後的那個 那個最高的界線 都展現在大家面前了 我從此以後就變成了一個 沒有辦法 我就變成了一個 我沒有辦法 再在別人面前 呈現我是一個厲害的人 的那個形象 就完全破滅了 因為我已經把我的limit 展現出來 我已經告訴人家 我已經這麼努力了 我還是做不到 那是不是我就是這麼一點了 我就從此以後 就是這樣一個人了 好 所以大家都很怕這件事情 因為大家很怕這件事情 所以他不但是不敢面對別人 也不敢面對自己 你如果不想讓別人知道的話 那些人可能就是說 明明自己念了很多 但是會在同學面前說 啊 我都沒念 對不對 你一定在從小成長的過程中 碰過這種人 就是他明明後來考得很好 可是他卻說 啊 我都沒念 那我們過去 都覺得說這種人很炸 就是如果做多的話 會人緣很不好 覺得他都在騙人 他都在故意 故意故弄懸虛 好像對這個成績這麼在乎 然後故意說自己沒念 他其實念很多 那其實是什麼樣 他其實可能也是一種 能力本質觀的表現 他生怕他有一個誤差 就算他念了很多 可是他要是有一個誤差 剛好沒考好 那不是他就要把他的能力 展現在別人面前了嗎 他是無法忍受的 那因為他的能力本質觀 才讓他要騙人家說 我都沒念 可是有些人不但騙別人 騙別人還要騙自己 就是他很怕他自己去了解到 他自己的能力的那個limit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 連他自己都要騙自己去 不要去努力 這樣的話他才能夠不容易去面對他 這個考出來的結果是 是他自己的能力的極限的這件事情 那當然你說考前不努力 是不是只有這樣一個原因 是self handicapping 是因為fixed mindset所造成的呢 其實也不盡然 那我們之前已經在談氣質的時候 已經談過了所謂的activation control 跟inhibitory control 所謂的抑制控制跟啟動控制 那如果你記得我們在談氣質的時候 就會說抑制控制的孩子是 他知道在某個情境裡面去抑制做他 在那個情境裡面不該做的事 比如說你現在該念書了 可是別人找你出去玩 你會抑制住自己 不要去做那些讓你分心的事情 那還有一種啟動控制 也是就是說 在你應該要做某些事情的時候 你真的會啟動你的動機去 真的開始去做那件事 就像有小孩雖然有抑制控制 就是說別人找他出去玩 他不會出去玩 但是他在家也不念書 那就是他的啟動控制有問題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當然你在考前不去念書 你的self handicapping 你在家裡去翻冰箱什麼 也可能是你的啟動控制出了問題 但是如果你從內心 就是從你的心底去自我反省的話 你也可以去看看 是不是因為你的本質觀 你的fixed mindset 而造成你在考前 在遇到挑戰的時候 會遲除不前 可能還是有一些內在的心理的機制 是造成的結果 那我們有了這樣的概念之後 下面我們就要來講講說 到底是什麼樣的因素 造成我們每個人的個別差異 當我們在面對挑戰的時候 會有不同的做法 我給大家講一個 我自己非常喜歡 但是很古老的實驗 這個實驗 它其實在那個時代 就是三四十年前的時代 剛開始他們在做這個實驗的時候 他們想到的是男女差異 是性別差異 在很多的學科上面 性別差異已經越來越少了 可是幾十年前我進大學的時候 台大機械系那一年 我進大學的那一年 台大機械系只有收一個女生 而且那個女生是在喬生班 本地生裡面一個女生都沒有 所以就是說 我舉這個例子只是 隨便一個例子就是告訴大家說 其實理工科在過去的年代 是非常少女生念的 很多的學科裡面女生不敢去念 因為他們覺得他們的能力不夠 現在當然這個時代改變了 可是說老實話 還是有很多就是潛藏的 大家會覺得男生的能力比女生好 而且男生會跳上來 就是你有沒有一個感覺 在小學的時候 班上的第一名 班上的好學生 班上的模範生 大部分是女生 可是隨著年齡的增長 到了國中高中以後 你就會發現男生會追上來 那這個現象很好玩 一方面當然是女生的認知能力 從這個生理上面來講 男女差異就是女生的 很多的認知能力 它的確是比男生要早發 這是生理上的因素 但是也許在成長的過程中 一些的經驗也阻礙了女生 繼續他願意相信自己的能力 然後有足夠高的成就動機 往前去找尋知識的領域 好 那這個研究呢 我覺得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示 雖然它是一個老研究 而且它是從性別差異的角色出發的 那這個研究的它分成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 研究者先到教室裡面 去觀察老師對孩子們的回饋 好 那它就把老師對孩子們做錯事的回饋 那做錯事當然有很多可能性 比如說你抽屜太髒 比如說你上課講話 然後你上課來 下課以後回到學校 回到班級的時候 比如說太遲到 那當然也有可能是你考壞 所以就是在不同的原因 老師回饋的狀態底下 這個研究者就去記錄說 男生與女生所受到的 老師的負向回饋的內容 有什麼差別 他把它分成三種 一種叫做 Intellectual Feedback 第二種叫做 Non Intellectual Feedback 第三種叫做 Conduct Feedback 行為上的 Feedback Intellectual Feedback 就是你考壞了 你成績不好 你作業寫錯了 這個叫 Intellectual 那 Non Intellectual 的意思 就比如說 你教作業 可是你持交 那不是 Intellectual 的部分 但是還是 就是跟你的整個的學業表現有關的 比如說你持交 你字寫得太醜 這些都是屬於 Non Intellectual 那 Conduct 就像你上課講話 你遲到 你書桌太亂 整節有問題等等 那當他分了這三種之後 他就去了解說 男生女生所受到的教師回饋 有沒有差別 結果你就會發現說 女生的回饋 跟男生的回饋裡面的百分比 女生 Intellectual 的百分比特別高 而男生的因為他 常常比如說 字寫得比較難看 上課比較專心被老師叫起來 然後回答不出問題 就是 就是 為什麼老師看窗外 然後呢 就是為什麼那個書桌很髒 所以你就會發現說 因為男生這樣的 feedback 比較多 所以充淡了他的 Intellectual Feedback 的百分比 所以就百分比來講 就回饋來講 你會發現說 女生受到回饋的百分比 大部分是跟他的學業表現是有關的 而男生的百分比裡面 這個學業表現呢 就變得比較低 為什麼 因為他所受到的 Non Intellectual 跟 Conduct 的數量 是比較多的 所以充淡了這個百分比 好 那當學者做完了這樣的一個研究之後呢 因為他也看到說 女生 就是雖然成績很好 但是問題是說 當他們 當他去研究 比如說用那個 剛剛我們的 認知挑戰作業去做的時候 發現說 女生的認知挑戰作業 雖然他在學校裡面好像是OK的 但是問題是說 他在認知挑戰作業上 卻比較是屬於 helpless 比較是 performance goal 比較擔心他不如別人 男生好像就沒有這樣的問題 好 那所以他有了這樣子的一個 比較不那麼直接的證據之後 他就做了第二個實驗 這第二個實驗呢 他用實驗法 他把男生女生平均的分到兩個組 一個是實驗組 一個是對照組 然後在實驗組與對照組裡面呢 他給孩子們設計了十個情境 而這十個情境都很快 可以很快解決的 但是這十個情境呢 就是也是跟作業有關 然後呢 那 在實驗組呢 他給 同樣 同樣 男生女生喔 就是同樣的樹木的男生女生呢 給他們的 feedback 比較是屬於 intellectual 的 feedback 可是另外一組的孩子 也是同樣的情境 但是給他們的 feedback 比較是 non intellectual 跟 conduct 的 feedback 好 那所以他把實驗組跟對照組 男生女生都平均的分配到這樣的兩個組 然後給他們的 操弄他們的就是實驗者給他們的 feedback 到底是屬於哪一種之後 他再把這些孩子放進一個挑戰情境 然後看這些孩子們在挑戰情境裡面 怎麼樣面對這個挑戰作業 他就發現說 剛剛被這個實驗者 給了比較多 intellectual 的 feedback 負向的回饋的孩子們 他們在做這些挑戰作業的時候 他比較於傾向是 helpless orientation 他的整個行為模式 或者他的表現出來的 比較是 performance goal 而不是 mastery goal 或是 learning goal 而另外一組呢 不論男女喔 在對照組裡面 當他們所獲得的 比較是 non intellectual 跟 conduct 的 feedback 的話 那麼這些孩子 在進入了那個挑戰情境之後 他們就比較傾向於 是所謂的 mastery orientation 然後比較傾向是 learning goal 好 那這樣子的一個結果 告訴我們說 在這麼短短的實驗情境裡面 我們都可以去操弄孩子 對一個挑戰的反應 那可見 如果我們從小成長的環境裡面 那所獲得的 每天每天 所經營的這個環境裡面 老師給我們的 feedback 就對我們有多大的影響 所以 我們從這個角度去想 我們都知道 我們用膝蓋想都知道說 如果你罵孩子笨 你會傷了他 你會讓他很自卑 可是就他的未來發展來講 如果你在他成功的時候 你跟他說 你好聰明喔 你好厲害喔 你好棒喔 你的能力真好 你的能力真好 那麼當你一直在跟孩子說 你的能力真好的時候 當他期待他的能力很好的時候 到底是不是真的幫了他 其實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好 那我們剛剛有講到說 如果一個孩子 他如果是一個 growth mindset 他如果是一個 learning goal mastery goal 或者是他是一個 mastery orientation的 面對挑戰的態度 那對他是好的 那回過頭來 我們可以做一些結論 我們從西方的經驗告訴我們說 當然就是我們大家都知道說 你不應該罵孩子笨 可是 如果 你總是在孩子 成績很好 表現很好的時候 跟他說 你是很聰明的孩子 那這樣子到底對他好不好 當你一直告訴孩子說 你很聰明的時候 其實你是告訴他 他的本質 是一個聰明的人 好 那當你一直強調 他的本質是一個聰明的人的時候 他就不斷的需要去 背負著這個壓力 他就不斷的需要 要背負著這個壓力 因為他覺得他自己也是個聰明人 那這樣子算不算一種 能力的本質觀呢 那如果當他的 implicit theory 其實是一個 fixed mindset 是說我是很聰明的話 他就必須要不斷的去展現 他自己的能力 而且呢 當他在遇到挑戰的時候 他會不會真的讓他自己 就繼續往前走 還是他會擔心 他的那個聰明的標誌 會被挑戰 所以因此讓他害怕 而不敢往前走呢 那三十年前四十年前 很多的研究 都還是發現說 誇獎孩子聰明 會讓孩子的自尊自信 比較高 可是近年的研究 當我們把這個 對小孩子到底 有沒有成就動機這件事情 不只是放在一般的 task上 而是在實驗室裡面 故意給他挑戰的時候 我們卻發現 這樣的 feedback 就是說孩子很聰明 然後把他放到一個 為之而具挑戰的 認知作業的情境的時候 他們就會顯出了 helpless orientation 他們就會顯出了 self handicapping 的行為模式 所以呢 意思就是說 他們其實是被訓練的 以比較本質觀的態度 去了解自己 好 那 這就是西方的研究 所發現的結果 可是我們下面就要回過頭來 看看文化的結果 文化研究 然後我們可以在 華人文化裡面看到什麼樣 不一樣的情形 然後我們去反思華人文化的特色 到底是什麼 所以我們從一開始講 Harold Stevenson 發現了日本文化 台灣怎麼樣對待孩子 是跟西方父母非常不一樣的 那我們來整理一下 華人父母有什麼特色 第一件事 在華人的社群裡 我們可以說它是 collectivism 或是 interdependence 好 在西方社會 我們說它是一個個人主義的 然後在西方社會 我們說它是一個 independence 的一個社會 強調個人的獨立性 但是在華人社會裡面 我們一方面是一個集體主義社會 另外一方面是說 人與人的關係 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們自己一個人做的事情 其實可能對我們的家族 對我們的親近的人 都有非常大的影響 所以在這樣子的一個情境裡面 你的努力 你的成就 不是你一個人的 比如說是 你如果沒有做好一件事情 你是無顏見江東復勞 如果你有好的成就的話 其實古人會說 公民之道光宗耀祖 就是你考上一個好大學 你考上台大 其實是全家 整個家族都很快樂的 媽媽到處告訴親戚說 我孩子上台大了 那這樣子的過程裡面就是說 其實你自己的成就 不只是你自己的 你自己的努力 不只是你自己的 你的努力也是為了別人 好 那這是一點 那第二點呢 就是說 努力這件事情 其實代表的呢 它不但是一個virtual 而且甚至是一個 morality 努力其實是一種美德 努力可能也是一種道德 怎麼說 比如你去想想看 當我們說這個鐵楚磨成繡花針 當我們去說這個夜今於情 荒於稀 當我們去說情能補濁 或者是我們去說 或生而知之 或學而知之 或困而知之 及其知之一也 都告訴我們說 我們困難要不斷的 堅毅不拔的 去把它完成 而完成到最後呢 可以成就一個人 作為人 他是有努力的這種美德 或者是道德的傾向 因為就是孔夫子儒家所說的 就是人要慢慢的 往聖賢的路上走 然後你要成為一個仁者 其實你就是要不斷的去 努力的去調整自己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努力其實被華人文化 附加了美德 甚至是道德的一種意念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我們就可以馬上先看到 是不一樣的了 而且我們對於這個 virtual morality 我們還可以再深入來講 那這是一個 其實是兩個美國的學者 他們去分析了儒家 跟西方蘇格拉底的教育哲學 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看這個 這個 做了解 Morality 努力在 Morality 上面的意義 西方的教育哲學 蘇格拉底式的教育哲學是什麼樣呢 他是不斷的提問與思辨 蘇格拉底或者他的學生柏拉圖 是最喜歡跟人家辯論的 然後我們從辯論之中 不斷的辯論思辨中去找到真理 所以當你在談學習的模型的時候 其實他所探討的是 你的思考 你的認知 然後呢 用你的好奇心 用你對真理的興趣 而不斷的在思辨的過程中 找到那個真理 這是蘇格拉底式的教育哲學 思辨的 可是你可以 老師跟你的老師辯論嘛 在華人的社會裡面 學生就是要好好的努力 下苦功 你不是去跟老師辯論的 而是你去把老師的那一套 因為他離聖賢比較近 他比較是一個忍者 是這個人 他離忍者比較近 他是一個 他離聖賢比較近 所以你就是要專注的下苦功 你要勤勉 而你活著的 活著的這個學習呢 就是希望你可以 不但自己好 不但成為聖賢 而且能夠貢獻設計 能夠為社會服務 然後成為一個真正的那個 那個好人這樣的聖賢之人 所以那個 在儒家的這個 這個整個的學習的態度裡面 repetition 不斷的練習 不斷的重複 不斷的精熟 應該說熟練 我們不要隨便用這個 mastery這個字 不斷的熟練 是非常重要的 而蘇格拉底式的教學 是比較屬於真理式的 所以我們基本上 我們對於什麼叫做努力 對於努力的定義 可能都是不一樣的 而在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理想狀況裡面呢 又加了一個 factor 進來 這個 factor 就是父母親 那我們為什麼要特別在學習裡面 談到這個父母親呢 我們以前都已經講過了 在那個講華人的家庭裡面 我們就說 因為孩子是從己身所出 所以孩子對華人來說 他就是我的一部分 我們的那個整個 對於自我的那個定義裡面 當你一旦成為父母之後 你的自我的定義裡面 你就不會把孩子看成說 他是另外一個人 他永遠就是變成是 父母的生活的一部分 自己的這個 self identity 的一個部分 所以呢我們會說 小孩子的成就與表現 就是像他作為父母 這個self identity 的 成績單一樣 我的孩子成績不好 我馬上就覺得說 我做這個父母是不完美的 不完善的 所以這個 good parenting 裡面 就會說我的這個 做父母的重要的職責 就是要訓練孩子努力 訓練孩子堅毅 訓練孩子專心 那希望他有好的成就 所以在這個狀況底下裡面 那父母當然就是 不斷的去推孩子 不斷的去 push 孩子說 你要努力 因為這個努力的背後 除了可能 父母的那個哲學裡面有 就是努力就是 人要成為聖賢 人要練習就是要 就是為了要達到聖賢之路 就是要必須要努力 努力本身就有他自己的價值 而且呢你還要就是 interdependence 就是父母作為成績單 孩子也是要光宗耀祖的 所以不論是從科舉制度 引來的光宗耀祖 就是努力變成他有他的工具性的意義 達到成就 或是努力本身 作為一個努力的人 就是具有道德的表現 都讓這個家長 覺得他有責任要負責 讓這個孩子成為一個努力的人 在這樣子的一個狀況底下 就讓孩子其實他的 就是華人孩子 他雖然不被父母親說成是 你是聰明的孩子 就是過去的傳統的華人父母 但是他自己也是有他的壓力存在 因為努力這件事情就被 很多的華人孩子認為是 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件事 但是這個努力的就是 那我們是不是真的就是這樣呢 我們是不是就是真的 因為聽從了父母的話 然後沒有被父母教育成說 你是個聰明的孩子 就沒有努力 就沒有能力本質觀 就沒有這個fixed mindset 然後我們就 不斷的努力往前衝呢 其實在我們自己的實驗室裡面 其實發現了有趣的結果 就是當一個父母 當家長 他如果他的努力概念 是比較強 而且是從孩子 知覺到父母對他的成績 對他的這個整個的學習的時候 對他的effort 對他的努力的要求 是比較高的時候 其實這個孩子 本身也比較有多一點的 self handicapping behavior 有比較多的 自我設限的策略 但是這個自我設限的 那個的原因 就不是因為他怕他展現了他的 能力的最終的極限 而是說他覺得他 可能是他達不到 父母所期待的那個努力的標準 而讓他自己很受挫 覺得自己是一個沒有辦法 真的很努力的人 因為他從小 對努力的這個形象 或者是對努力的標準 已經被建立的太高了 而讓他沒有辦法達到那個努力的標準 所以這也是另外一個 華人社會有趣的一個現象 我們下面就要花一點時間 來談這個字 這個字叫做procrastination 叫做拖延閑混 為什麼要談拖延閑混呢 因為如果從self handicapping behavior來談的話 我們容易只限在西方社會裡面 去談一個 本質觀或者是增進觀 或者是performance goal底下的現象 那可是拖延閑混呢 他比較是完全是行為上的特色 所以拖延閑混背後的原因很多 那我覺得就是如果說我們 光來談拖延閑混的話 我們其實可以 看看是不是能夠幫助大學生們 尤其當你從高中 國中 就是被老師擠壓得非常緊的學習狀況 跳脫出來 當你到了大學有比較多的時間 要靠自我學習 而完成一些目標的時候 那是不是這些現象 就是說你平常生活中的 這些生活要怎麼樣去安排自己 而讓你自己不要拖延閑混呢 我覺得這點可能對大學生來是比較重要的 所以我們從內在 外在行為等等來談這個問題 那請大家看到387頁 我們先來看 就是 其實很多青少年 他們就是 之所以會拖延閑混 其實是他protecting self-worth 為了要保護自我價值感 保護自我自信 其實孩子們會做一些有趣的事情 那第一個事情 是 non-performance non-performance 的意思 就是說他不是真的去 努力的想要表現的好 可是這個non-performance 有些時候卻是 在班上look good 但他不真的去 他真的不是去努力的 努力的做什麼事 努力的去學習 而是他只是看起來 好像在班上常常舉手 看起來好像對活動很熱心 這是一種孩子 就是他 他可能有一種狀況是 他覺得 他覺得他只要就是外在 看起來夠好就好了 但是他其實真正的那個 那個內在並沒有去努力 那還有一種non-performance 就是他完全drop out 完全不去不去做任何事情 然後呢就是好像跟大家很疏離 然後可是跟大家疏離以後呢 大家因為不曉得你到底 那個葫蘆裡在賣什麼藥 所以他就沒有辦法 被人家來真的評價 他的能力是怎麼樣 他從這個 因為完全的疏離 不被人家評價 而沒有辦法被人家評價 而保護了自己的self-worth 這是一種情形 那第二種情形就是 procrastination 那procrastination呢 他其實就是 他自己呢可能是 自己不去regulate他自己的行為 那像我們剛剛講的他的 inhibitory control 或是activation control 就是很差 然後沒有所謂的time management 不去做時間管理 或者是說他沒有一些life strategy 沒有一些像我們在前面講到 self-identity的時候 我們說最重要的是planning 就是自我紀律或者是計畫 就是他對人生的goal 人生的identity沒有一個計畫去探索 那所以這樣的狀況底下 他就是用procrastination呢 把所有的學習都暫時的拖延 用這個狀況呢 來或者是說 永遠都等到最後一分鐘 那用這個東西呢 來讓自己的self-worth 能夠被保存住 那這個就有一點點像 self-handicapping一樣 然後呢 還有呢就是 所謂的setting unreachable goals 就是你把你的目標故意設得 非常非常遠 看起來你是一個有雄心壯志的人 但是因為你的目標設得太高遠了 然後不符實際 然後並沒有在現實生活中去想清楚 去計畫清楚說 我現在的人生的小目標 每天的生活的小目標 到底達到什麼 而心裡一直想的一個非常高遠的goal 那因為那個高遠的goal太遙遠了 所以你也不能達成 然後你也不知道你現在要做什麼 就變得說 反而你現在在混時間了 好 那這些都是 在protecting self-worth的時候 可能會有的情形 比如說 你現在想要 讓青少年心理學 能夠完整了解 所以你到了期末的 最後要開始去 準備期末考的時候 你就說 因為我前面基礎沒有打穩 我就從第一章 老師的第一次的筆記開始 完全的了解 然後慢慢的學習 可是問題是說 你現在離期末考 只剩下一個禮拜了 這一個禮拜的時間 你是不可能把全學期的資料 完全都吸收 然後完全融會貫通的 但是你就是因為從第一章 第一節 開始讀起 開始看起 而你把你的期末考忘記了 然後最後 不但是期末考的一點點小小的 可以學到的東西 你沒有學到 而且前面 因為你從第一章第一節看起 也許過了一天兩天之後 你就發現說 這個任務不可能 你就放棄了 所以你的小目標 根本沒有達到 然後你的長遠的目標 也因為你的目標太高遠了 而你很快就發現自己做不到 就放棄了 那這樣子的人生 就可能讓你更悲慘 就很多外在的回饋啊 比如說當調什麼等等 就接二連三的來 那我們來仔細看看 這個procrastination 到底有什麼樣的行為會出現呢 請你看到課本上的386頁 它已經幫你列出來了 然後這些行為實在是 可能就是講到你的心裡去 第一個 ignore the task and the hope that it will go away 有的時候你會就是故意忘記 然後覺得說 就是有一個遐想 想覺得它可以就自然的消失 然後呢 第二個是 underestimate the work involved 你會覺得說 哎呀這是件小事 我大概三天可以做好了 那因為我 離這個死線的時間呢 可能還有兩個禮拜 那因為我覺得我三天可以做好 所以我現在不必先開始 你就過度的樂觀 而把這個task 可能 可能需要你花的時間 而反而就是 就是忘記了 然後overestimate your ability 你過度的對自己的能力 能夠在三天之內完成這件事情呢 有一個錯誤的期待 過度的相信自己的能力 然後呢第三個是現在社會 同學們可能會有的狀況 就是你永遠都在網路上 然後網路上的時間就是這樣子的 一點一滴的流走 然後我記得我以前有一個學生 那他曾經被盪掉很多 差點被台大 二一 三一 等等的 快 差點要被盪出去 那後來慢慢把他救回來了 但是我就問他說 你那時候都不來上課 你到底在幹什麼 他說老師 我那時候在看一個 追一個美國影集 然後就是大家都知道一個美國影集 那每次都只有半個鐘頭 他說我一邊追的時候 因為也很好看 是個笑片 然後就是又是講年輕人的故事 然後他就說我每次看的時候 我都覺得我在學英文 所以我就用這個 我要學英文口語 因為我將來要出國 我要怎麼樣等等 這是一個學英文的機會 開始看 那看了一部 只花了半個鐘頭 那就想說 那只花半個鐘頭 我就再看下一部好了 再看下一部 然後他就不斷的在YouTube上面 在看影集 那或者是說 有人開始在那個 Ebay 上面買東西 然後就是逛很多不同的商品 那就像逛街一樣開心 那他覺得說他只逛一個商品 只查一遍就好了 結果這時間就 就慢慢慢慢慢慢 一直一直的花下去 好 那這個 Internet Surfing 這件事情呢 他其實是一種 Addiction 他其實是一種上癮 那上癮這件事情 我想我可以順便講一下 你可以問自己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就是有沒有 Tolerance 那當你問你自己有沒有上癮的時候 其實 其實網路上可以找得到很多關於上癮的一些 簡單的測量 可是我想你要先有兩個概念 一個是 Tolerance 就是說你的耐受性是不是越變越強 意思就是說你以前只要在網路上一個鐘頭在那邊亂混 你就會覺得說 哎呀 我罪惡感好深喔 我應該下來了 我應該去幹點正事了 那你那時候的 Tolerance 就是一個鐘頭 可是你慢慢的就覺得說 一個鐘頭沒什麼了不起 兩個鐘頭 三個鐘頭 甚至一個早上 或是追劇追一個晚上 或者是我做什麼事情在網路上 一個晚上都不睡覺 才是真的就是你會覺得不舒服 覺得我應該去做點別的事 就是你的耐受性越來越強 你越來越覺得無所謂 你以前的比如說吸毒 你剛剛開始只要一點點就好 可是你現在要很多 你才會得到滿足得到快樂 Tolerance 也是一樣 就是說 你在網上只花了十分鐘 十幾二十分鐘在那邊亂晃 你不覺得怎麼樣 你花了半個鐘頭你不覺得怎麼樣 這個Tolerance 越來越多 你才會覺得它影響你的生活 那這就是你的改變 這就是一種上癮的一個真相 那第二個是 withdraw 就是退縮 意思就是說 你如果不上網的話 你如果沒有隨時手機在身邊的話 你就會覺得不舒服 你就會覺得焦慮 有誰又 text 我 就是網路上 Instagram 又有什麼人發表了限動 我沒有看到 或者是說我上網我要做什麼 然後我沒有去做 然後只要我的手機被拿走 我就很不舒服 覺得我好像 我的人 我的靈魂被切割了一半 那如果有這種 當你不能上網的時候 你就覺得你很難過 的話 那其實就是一種退縮症狀 這也是一種成癮的象徵 所以你自己甚至不必去 找到那真正的 調查 你只要先問自己 這兩個現象 可能你慢慢觀察你自己在這個禮拜 下個禮拜 這個月下個月 或者是去年 你有沒有改變 那這個時候你就會知道 你是不是有一個成癮的傾向了 所以這個 Internet Addiction 其實也是讓你 procrastinate 的原因 而且剛剛開始 Internet Addiction 就是說 我再多半個鐘頭就好了 我再多半個鐘頭就好了 我再多一個鐘頭就好了 那事實上 他都把你的時間管理打破 他都把你可以去做正事 可以去學習 可以去讀書 可以去計畫生活 甚至跟朋友交往的時間 都給佔去住了 好 那第四個 就是 deceiving oneself 你騙自己 Poor performance is acceptable 因為你拖延閒混 你慢慢的就 覺得你自己得90分是應該必要的 然後接著你就覺得說 80分也可以 70分也可以 60分只要及格都可以 所以呢 其實這個意思就是告訴你們 我們的人生的沉淪 不是一時一刻馬上沉淪的 我們的人生的沉淪 不只是這件事情 甚至是很多其他的事情 比如說你說那個 台灣或是哪裡的官員 就是貪污 你覺得貪污他是一時一刻 變成一個原來在競選的時候 形象清新的政治人物 在下一刻他就變成貪污的人嗎 沒有 他都是慢慢走錯 慢慢越來越覺得無所謂的 所以就是很多的事情 不只是你的道德守則 你的生活習慣 都是在逐漸的 當中慢慢的向上提升 或是慢慢的向下沉淪 所以這件事情也是要非常小心 就是說你的procrastination 會越來越多之後 你對你自己的人生標準 你對自己的學業標準 就會慢慢降下來 好 好 那再來就是 你把一個priority改變了 意思就是說 你把人生覺得最重要的事情 什麼放在前面 什麼放在後面 會開始就是改變你的 人生的priority 比如說你會覺得說 像我們剛剛談的這個 self handicapping 一樣 就是說 你原來覺得說 把學業顧好 把明天的考試念完 是重要的 可是你慢慢的就覺得說 我的朋友 他失戀了 我要去安慰他 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 你騙自己說 你的priority 在哪裡 你騙自己說 你這樣才會成為一個好人 功課好不覺得怎樣 好 那 當你不斷的就是 改變自己的priority 的時候 那這也是一種 procrastination 的一個徵兆 那還有就是 believing that repeated minor delays won't hurt you 這個我剛剛已經講過了 就是你在 Internet 上 多混一點點時間 一點點小小的delay 不會怎樣 今天我放棄了 我還有明天 這個禮拜我放棄了 我還有下個禮拜 這個學期我放棄了 我還有下個學期 我大不了我就多念一年 我就延避 那我五年延避 跟六年延避 也沒有差別 所以呢你現在就看到 有些人念大學部 或念碩士班 念的比博士班還要久 那為什麼他就覺得 這個時間其實 delay 一點沒有關係啊 那再來還有一個 就是所謂 dramatizing a commitment to a task rather than doing it 你把這個 你要真的承諾去做一件事情 把它戲劇性 覺得說 我會花很多時間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呢我會 比如說這件事情 最常做的事情 是說 你出去玩 跟朋友出去玩 家庭旅行 然後呢你還覺得說 我自己是一個 非常投入的學習者 然後我平常不努力 但是呢我到出去玩的時候 我都還帶著我的教科書 認為我可以在 學習的過程中 雖然我平常沒有怎麼學 可是呢我到了去旅遊的時候 我到了去玩的時候 我都帶著書 我都會在那個場合裡面 照樣會念書 好 那誰騙誰啊 你當然就是 帶了很重的行李出去玩 然後最後原封不動的把它帶回來 好 就是你做了很 對於人生做了很 很戲劇性的 規劃 但事實上 你雖然把他自己 把自己dramatize 成一個非常用功的人 時時刻刻都可以 把這個零碎時間拿來使用 但事實上你又 事實上真的沒有做 好 就是把自己弄成一個 很戲劇性的一個狀況 好 那這是另外一種 那還有呢 就是persevering on only one part of the task 有人就是做一件事情的時候呢 他要把這個部分 不斷地重複 不斷地練習 做得很好 但是他不往前進 他就是重複在做一件事 比如說 你就是要把你的筆記抄得很完美 所以呢 好上課同學的筆記 你的筆記你就拿來把它做到完美完美 但是呢 你只做了第一張 然後第一張就重寫了兩遍三遍 那這樣子就花了很多的時間 那造成你第二張 第三張 第四張就沒有時間問習 就是你就是 在一件 在一件小小的事情上 一直要把它做到完美 然後不斷地在 這一個小小的工作上做到很多 但是問題是說你 就其實是你是拖延了其他的工作 那這也有一個心理機制 就是你好像不能夠見到不完美 然後你也害怕 去面對後面更難的 學科裡面的內容 所以你就把前面做很多時間說 哎呀你看我都是 真的有花在學科上啊 但是我就是第一個部分沒有做好 我下不去啊 但是因為你沒有複習 你沒有遇習 那後面的東西你就越來越跟不上 那你就更拖延然後把第一部分做得很好 然後把後面都忘記了 那這些 都是常常會 在我們在人生中間會看到的 不同的同學的做法 那這些拖延閑混 到底我們要怎麼去看它呢 這些拖延閑混 其實我喜歡用一個很有趣的描述 就是這好像你家裡有一個馬桶 它不通了 然後你不是真的去花時間把馬桶弄通 而是你在這個 外面用一些迂迴曲折的方式 你甚至去買了幾塊木板 把這個馬桶盯起來 把它封在裡面看不見 那可是呢 它雖然就是 你雖然把它封住了 但是問題是說它其實不通 讓你的人生沒有辦法繼續往前進 你想想看你如果 願意鼓起勇氣去偷那個馬桶的話 那它不會臭 而且你的生活會方便很多 但是你不去直接導入問題 你卻用木板去把它封起來 好 那我希望同學們記得這個比喻 就是拖延閑混的時候 你其實生命中有非常多 你做了非常迂迴曲折的那個事情 就像那個英文的一句成語 叫beating around the bushes 就是你在那個外面在那邊遊走 你卻不導重核心去把問題解決的話 它會讓你的人生非常的難受 但是問題是說 你只是在那個小小的那個拖延中間 為了拖延而去做了很多很多其他的事情 那其實就造成你非常大的 到最後 就讓你的事情會 讓你的人生會非常非常的痛苦 所以要請大家去注意 拖延閑混這件事情 好 那為什麼會拖延閑混 我們花一點時間講講 為什麼我們會拖延閑混 下面我們簡單講一下 就是我們稍微整理一下 為什麼一個人會拖延閑混 那除了我剛剛講的很多關於 本質觀 或者是 performance goal 等等的原因 可能到最後造成的 self-handicapping 之外 那還有一種可能性呢 就是所謂的 delay of gratification 好 你可以看到我們剛剛講的 比如說在internet上面一直逛啊 你可以看到我們剛剛講的 或者是說你去把這個小的事情 就是前面比較簡單的那個課程的部分呢 都把它當做一件大事然後一直處理 其實呢都是因為你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得到了一些小小的小確幸 小小的滿足 但是問題是說 所謂的delay of gratification 就是所謂的棉花糖實驗 對不對 我想這個大家都知道了 在棉花糖實驗裡面 如果你現在不吃這個小小的棉花糖的話 其實你將來可以獲得比較大的獎賞 但是如果你現在忍不住 去把現在的棉花糖吃到的話 你將來的大獎賞是得不到的 所以呢 人是要有眼光的 能夠去知道未來的大的獎賞在後面 那這件事情並不是人人能夠做到 但是我想棉花糖實驗如果你還不熟悉的話 你到網路上去打這個字 就可以知道棉花糖實驗是什麼 那就是說人是要延宕滿足 如果能夠延宕滿足的話 那他就可以獲得比較大的獎賞 那這當然就是除了眼光上面的話呢 你也可以 過去的實驗其實對小朋友都有效喔 就是說讓他在這個情境裡面 有小獎賞的情境裡面 不斷叫他重複說 我等一下只要忍住了 等一下就有大的獎賞出現 那個大的獎賞對我有多好 那就是甚至一種自我催眠 讓孩子在實驗室裡面做這件事情 其實對他的Delay of Gratification 都是有幫助的 只是常常我們自己在網路上閒晃的時候 或者是我們在做別的事情的時候 會忘記一直提醒自己 就是說提醒自己後面的大的獎賞 後面如果我現在好好的控制自己的分心 控制自己小小的小確幸 而等待未來大的獎賞這件事情 如果說我能夠好好的去做這件事情的話 去好好的說服自己的話 在現實現刻說服自己的話 其實是有效的 只是我們常常忘記做這件事情 那再來呢就是我想就是 我剛剛也已經講過了 就是 Activation Control 跟 Inhibitory Control 雖然我們叫這兩個叫做氣質 是氣質研究的一部分 但是其實這個主動控制性 所謂的意志控制 或者是啟動控制呢 在生活中也是可以訓練的 那小朋友如果小時候他的家庭裡面 父母給他比較多這樣的訓練的話 那將來孩子長大以後 的確在控制性上是會比較好 自我的調節性會比較好 那如果說你願意在現在開始 也常常去提醒自己的話 你還是有能力能夠控制 調整自己控制自己的 好 那這是 就是我們為什麼 Procrastinate 可能有以上的這些原因 好 那如果說已經發生了 那我們現在要怎麼做 好 那我們當然就是要想一些辦法 就是說那你現在要怎麼樣去控制 你的 Procrastination 呢 好 那第一個 那我想我舉一些可能的方法 好 就像我剛剛講的 這個 Procrastination 呢 有些人非常 dramatized 或者是說 有些人就是把自己的那個 目標放得很高遠 但是達到那個高遠目標裡面呢 沒有真正的計畫 所以呢 第一件事情 要告訴你自己的 就是你可以給自己一些 Realistic Goals 你這個禮拜要做到什麼程度 今天要做到什麼程度 明天要做到什麼程度 當你每天每天都把自己小小的 Realistic Goals 但是呢 我特別要講就是 Challenging 是 Challenging Realistic Goals 你給自己一個小小的挑戰 好 那如果說這個挑戰是小的 但是卻可以達到的 那你每天生活就會有一些成就感 我就記得那時候 很多年前 我的實驗室 有一個同學 他就是一個喜歡東晃西晃的人 然後呢 他就真的是還滿誇張的 就是一個研究生 他總是東晃西晃 那大家就覺得說 你這樣都不念書 然後都不寫作 你到底要不要畢業呢 結果我們實驗室有另外一個學 他的學長 就有一天在我們的 Lab Meeting 裡面 跟他說一句話 他說某某啊 我來跟你做打賭 好 你看看你做得到做不到 我來跟你打賭 你一天 你只要花三個鐘頭 你看一天24小時 你只要花三個鐘頭 願意坐下來寫你的論文 我覺得你下學期就會畢業 你要不要來跟我挑戰 就一天只要三個鐘頭 我不要你多 你其他時間你都可以去玩樂 你只要一天三個鐘頭寫論文 你下學期就會畢業了 然後這個學長呢 就跟這個同學做了這樣子的一個打賭 那同學呢也很好玩 他就說好啊 來試試看啊 一天三個鐘頭 他就真的一天三個鐘頭 然後就常常在計算 那如果說這三個鐘頭 他沒有在做這件事 他就把它扣掉 他就把他自己拖延閒混時間 都扣掉之後呢 就每天真的只花三個鐘頭 再寫論文 然後他就覺得很開心啊 因為我每天只花了三個鐘頭嘛 可是他就是好好的計算 那三個鐘頭 結果他真的就畢業了 所以呢這是什麼 是challenging 他其實challenge他中間不要分心 或是他分心要把時間扣掉 但是是一個realistic goal 一天三小時還ok嘛 對不對 又不是要你一天做十三個小時 也不是做六個小時 而是三個小時 聽起來只是你每天就是 比如說你早上 八點到學校 下午四點離開 那不過就是在八個小時裡面的 還不到一半 結果就成功了 所以這件事情是 setting realistic goal 其實你去試試看 也許對 對你會是有效的 那第二件事情 就是link between effort and self-worth 意思就是說 你也要去說服自己 你的努力 可以跟你的自信或自我價值是有關的 其實只要你去努力 你還是會有一些自我價值 你一定會有一些小成就 就算你自己覺得你的能力很差 但是你如果可以放下那些 你對能力 對social comparison 對自己的表現是不是夠好的concern 你就去做小小的努力 然後去想說 如果我能夠努力做到這件事情 一件小小的realistic 小小的事情 然後你就會說 那我就達成了 所以你就想辦法讓自己 常常會想到說 你看我只要努力 我完成了這件事情 我其實就是 我的價值感就升高了 然後第三件當然就是 同時你去minimize social comparison 我想你從小到大 可能都聽過這句話 不要去跟別人比 要跟你自己比 你到底有沒有進步 你是不是比前更好 你的能力是不是再往前走 minimize social comparison 但是去跟自己比 看看自己是不是能夠 能夠往前進步 然後呢 慢慢的就是說 去說服自己說 我的effort 可以增進我的ability 去說服自己相信說 我只要努力一點 我的能力就進步了 我的能力不是固定的 人生無限 但是我也不要達到什麼大成就 但是我只要今天比 昨天進步 就ok了 那就是我的 ability 每天都在變得更強 我每天都有變得更強 因為我有努力在改變自己 那以上呢是對你個人 如何來增強你自己的 就是不要procrastinate 一些心理機制的方法 就是讓你自己對自己 就是你盡了力 你就覺得自己比較有價值 而且呢你盡了力 你就覺得自己比較強大 而且呢你是自己跟自己比 不要跟別人比 然後在這個整個的 就是自我說服的過程裡面 是你如何盡力呢 就不要給自己太那個 戲劇性的一個goal 而是每天設定自己做一些 自己可以做得到 但是有小小挑戰的進步 小小挑戰的努力 那以上呢是從個人的角度 從你自己的角度 去看怎麼樣在策略上面 可以減少你的procrastination 那我們現在 再講一個理論 那從這個理論上去看 你作為一個老師 比如說你是教程的同學 那你如果要在 學校裡面去反省 怎麼樣讓同學有更好的 motivation achievement motivation 能夠增加他的就是想要完成事情 然後有成就的話 我們要做些什麼呢 那這個理論呢 是最近這些年來 越來越大家所風行在 不論是在心理學界 或是教育學界都在談的理論 我們叫他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好 那這個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當然就翻成自我決定論 好 那這個自我決定論 他其實最主要的去談的就是說 一個人呢 最重要的就是他做什麼事 尤其是在學業上 就是要有intrinsic motivation 好 是內發型的動機 而不是說 我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因為老師逼我做 那在台灣的教育體系裡面 你常常不免的 因為 每個學校都希望有好的升學率 所以你在國中高中的時候 老師不斷的用各式各樣的方法呢 其實是 讓你抹煞了你的intrinsic motivation 而你都是因為 老師逼我嘛 爸爸媽媽逼我去補習嘛 好 等等 被大家逼 所以呢 你常常你在小的時候呢 在學業階段呢 可能會有一種 extrinsic motivation 是外在 外在加給你的動機 好 那 所以呢 這個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裡面 其實講的就是說 我們在學校裡面 在家長 老師 我們要用什麼樣的一個體系 而可以增強孩子的intrinsic motivation 那他的說法是說 每一個個體呢 都有三種的basic psychological needs 好 這個理論最重要的就是 他列出了孩子 在整個的學習過程中 他有三種 psychological needs 他說你只要把這三種的心理需求給滿足了 孩子就會自然產出intrinsic motivation 那第一種 psychological needs 就是 sense of competence 就是孩子需要有他可以 升任一個工作的升任感 sense of competence 那還有一個呢 就是 sense of autonomy 就是他在工作的時候 你需要讓他覺得他是有自主的選擇的 他需要有自主性 然後第三個呢 他叫他 relatedness 那 relatedness 的意思呢 如果翻成中文的話 我們可以叫他關聯感 好 我們來一個一個解釋 sense of competence 升任感 就是說如果我相信我能夠做得好的話 我如果我有能力的話 我覺得我有能力 我可以把這件事情做好的話 就是你的 就是像我們剛剛在黑板上寫的 confidence level 這兩個字 就是說我如果有信心 這件事情是如果我努力就可以 如果我近一點努力就可以完成的話 那我當然就會去努力 那你怎麼樣去達到小孩子的升任感 就是不要讓他有 太高太遙遠的目標 那個高遠的目標讓他達不到的話 那你就會讓他覺得 就是沒有辦法達到 所以呢也就是說你在 這個小小的那個 學習的過程中呢 都讓孩子覺得他可以感受到 他可以克服困難 那意思也就是說你在教學上面 你要怎麼樣每天每天每天 讓孩子在小小的 怎麼樣把一個大的工作 切割成小的目標 那慢慢的讓 學生們進步 所以呢老師的這個整個的教學結構 怎麼樣切成小目標 讓孩子可以在每一步的學習中 很清楚的知道他自己 要達到什麼目標 而且他怎麼學習 他就可以達到這個目標 那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就會讓孩子每天每天都有升任感 那比如說我想你們都 可能有些同學經歷過 比如說小時候學游泳 或是小時候學小提琴 或是很多日本的那個教學法 有沒有 他都讓小朋友比如說 你游泳你只要會 悶氣兩秒鐘就給你一個小貼紙 你只要怎麼樣怎麼樣就給你一個小貼紙 那孩子們在學游泳的過程中 他就把它分成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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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的步驟 那麼小朋友在這個非常小的步驟裡面 他學會了他就可以得到一些成就感 那就覺得自己很能幹 可以升任 比以前有進步 所以升任感 是怎麼達成的呢 就是其實如果一個 學校可以把這個 工作可以切割的很清楚 課程可以安排的很清楚 讓孩子每一步每一步都有升任感的話 那就可以達成這個目標 那還有一個就是自主性 自主性 你說在台灣的中學教育裡面有什麼自主性 現在當然有很多就是 比如說新的課綱出來 讓孩子們自己去選課啊 什麼什麼等等的 我們要講的所謂的自主性 並不是說讓孩子漫無目標的 就去擷取自己 想要學習的目標 而是你在學習中可以給他一些選擇 比如說你不要他成績一壞 你就一定要他去補習 而是說去陪著他找原因 然後去談一談 看他要怎麼樣在 成績不好的狀況之下 他想要怎麼做 就是你給他一個 一個結構 然後給他一些商談的機會 聆聽的機會 讓他知道說 嗯 我們可能就是說 你如果想要做到什麼地步的話 你需要達到什麼目標 可是在這個目標底下 你是讓這個孩子他可以去選擇說 哦 我到底是 應該去跟老師談談 我是不是要在什麼地方加強 或是說你自己到底想不想要去補習班 你自己想不想要請家教 你自己想不想要跟某一個同學一起練習 或是你自己想不想要拿出一個書來 或是怎麼樣 可以找到什麼樣的熟人去幫你 或是你還是就是想要自己再去想一想這個主題 我不會 但是我覺得我可以再花一點多一點時間 就可以應付 好 那讓孩子自己有決定 他自己要怎麼學習 或是甚至他要選擇用什麼樣的 學科去著重他自己的學習 或者是他將來的選組 那這些自主性如果能夠在 教育結構裡面 就是家長跟老師都不要放棄 都讓他在有結構化的環境裡面 還是覺得自己能夠有選擇的話 那就會滿足了孩子這部分的心理需求 那他可能就會覺得說 這是我自己要的 這是我自己想要的學習的過程或是手段 那他可能會更願意去執行 而不是你逼著壓著他 去做這件事情的話 他就沒有了自主性 他就沒有了興趣 好 那再來所謂的關聯感 關聯感的意思 其實這個關聯感是從 attachment theory 出來的 就是每個人都有 都需要被人家有 足夠多的社會支持 然後都需要感覺到自己是 別人是對他 responsive 的 別人是對他 sensitive 的 他的需求是被別人所關心的 所以一個孩子如果在學校 他有所謂的 relatedness 不論是從同儕 或者是從老師 都讓他覺得說 老師是關心我的 同學是關心我的 然後我如果說有什麼挫折的話 是有人可以去抒發 有人可以去講的 那我是被包在一個 友善的環境裡面的 那這個時候孩子的 學習動機 因為他的 psychological need 被滿足了 也會增強 所以現在呢 不論在教育界 或是在心理學界 都覺得如果要讓孩子主動的學習 其實是怎麼樣在課堂上 怎麼樣在 學校裡面 怎麼樣在家庭裡面 好好地滿足孩子的這三個需求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以上我們從學習動機 從西方的研究文化上面 講起 最後我們也講一些從自我 或者是從環境裡面的方法 來讓同學們 不要有脫液閒混 或者是自我設限的狀況 而能夠快樂地學習 那我們是有一些自我的 strategy 以及一些教育結構的 strategy 可以幫忙大家的 那希望對大家的學習動機有所幫助